水雷这东西长得呆头呆脑的 一副不曾净化过的样子 那么在现代海战中还有它的用物之地吗 不仅有而且还无可替代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就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讲有关水雷的故事 第一个部分 为什么说水雷永不过时 第二个部分 现代水雷究竟已经发展到了怎样一种令人发指的高度了 我们中国的水雷会位列其中吗 第三个部分 还是我们的老特色必须来点技术向的 现代水雷靠什么来识别目标 好了 建议大家先点赞关注转发 把你喜欢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人 然后我们就开始吧 先举几个真实的案例 咱们就知道水雷在战术和战略层面都有怎样的地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战败原因当然多种多样 但其中最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是 那些隐藏在日本岛周围 似乎无处不在的水雷 因为美国人知道 日本本岛资源匮乏大量战略物资 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依赖进口 如果把进口的通道给掐掉 不就能够极大的限制住它了吗 于是在戴好为饥饿作战的极限封锁行动中 美国在日本岛附近的海域中 一共布下了1.2万枚各种型号的水雷 这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打击 此刻他得有多么痛恨自己的岛国身份了 这是二战 时间有点远了 再说近一点的 也是美国 不过这回他的身份切换成了被害者了 1991年的海湾战争 伊拉克在狭窄的波斯湾中布下了1000多枚水雷 直接迫使美军改变战略计划原本想要实施的 号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最终被取消 强大的美国海军变成了酱油军 只能打打辅助进攻 所以看似很不起眼的水雷其实一直就是海上最具威胁的武器之一了 而且它的威胁成本还很低 一枚普通水雷造价不到2000美元 二亿艘现代军舰随随便便就要花上数十亿了 两者的差距是数量级的 所以有一个数量级的想象空间摆在那儿 你觉得水雷还会有被裁掉的可能吗 自然是不会啊 而且前景看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部分 现代水雷的发展 在这一部分里面我其实是想要先往回去讲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之所以会认为水雷就是一个土吊渣的玩意儿 是源自于它曾经的形象 就像这个一样 一个大球上面长了几根刺 早期的水雷是浮雷 它们是浮在海面上的 不管是直接浮于表面 还是装个浮板把自己拌埋在水里面 总之它们都是自由的随波主流的 当然炸谁不炸谁也是随波主流的 只要碰了就炸 不分敌我不分军民堪称六亲不认 这个的确是土刀有点吓人 所以它早在1907年的海牙会议上就被宣布禁止使用了 之后就发展出了毛雷 这是一种用链条或者是懒生将浮在水中的水雷本体 和插在海床上的毛连接起来的水雷 它的好处是既可以让水雷半埋在水里面 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又可以把它们部署在相对准确的位置上 因为它们不会飘走 同时链条的长度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如果要炸的是海面上的船只 那就把链条放长一些 让它们尽可能的靠近船底 如果是要防守自己的港口避免敌人的潜艇偷偷溜进来 那就把链条收短一些 让毛雷高低错落的分布在海里面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 不过说到网络 每个毛雷之间还可以用链条连接起来 真的就像拉了一张大网一样 敌人的船只不一定非要走到毛雷上面才会触发它起爆 哪怕是从这两枚毛雷的中间开过去 只要是挂住了这根链条 一拖一收 两枚水雷不就朝着船船两侧滑过来了吗 伤害之反而反备 不过呢 鱼雷发展到这儿还是有点土 因为它还是只能守株待兔的留在原地 敌人不来一点办法都没有 时间长了反而变成自己的隐患 所谓不雷一时爽少雷两行雷 而且由于动不了 所以想要用它来封锁或者是防守一个区域的话 就需要有相当的数量 埋下去花不少钱 未来少起来也要花不少钱 又是两行雷 所以下一个阶段 自导式水雷就登场了 自导是可以追着敌人跑吗 那你说它跟鱼雷有什么区别呢 你还别说 它们之间的关系还真是千丝万缕 自导式水雷的工作原理是将毛雷和鱼雷结合了起来 先是像毛雷那样提前被部署到了海里面 也是一头插海窗上 一头连雷体上挂在那 但这个雷体其实就是个装着鱼雷的胶囊 这个胶囊会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来探测目标 一旦发现目标便激活里面的鱼雷 于是水雷便鱼雷开始追着目标跑起来了 它们中的代表是美国的MK60自导水雷 里面装着MK46鱼雷 可以播放到深达760米的海里面 探测半径大约为1000米 有效期6个月 过期自动销毁 省了两行眼泪 既然美国有了 你说苏联能没有吗 当然有啊 当然思路也是一样的 也是水雷的外表 鱼雷的新 性能上差距不大 然后你说美国有了 苏联有了 我们中国能没有吗 当然有啊 当然思路也是一样 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的自导水雷被触发之后 是做着火箭出去的 就跟俄罗斯的火箭动力操控炮鱼雷 暴风雪一模一样 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产生推力 速度可以达到别人的4到5倍 从水底100米触发 在1000米的探测半径内 一旦启动 只要20秒就能够击中目标 而千吨级的舰船转个满舵都需要20秒 基本上就没有退路可言 可见中国不仅鱼雷厉害 水雷更是个你可能之前 完全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大杀气 难怪美国人感叹 在这几十年来 对美国海军最知名的 也是最现实存在的威胁 不是什么反舰导弹 而是潜藏在水下的各种水雷 好了 第三部分 既然水雷正在 未来也必将变得越来越智能 那么它究竟靠什么来探测 和跟踪敌方的船只呢 大概有以下几种方法 磁场 压力 升纹和震动 我们分别来简单说一下 每一艘船都会产生自己的磁场 并且由于尺寸不同 所用的金属材料不同 甚至是建造地点的不同 带上的磁场标签也会不同 水雷就可以通过探测 这样的磁场标签 来确定附近是否有船只通过 通过的船只 是否是自己的攻击目标了 从而实现精确打击 而压力追踪则是通过探测 上方水体船来的负压 对目标做出判断和锁定的 类似于磁场标签 每艘船也有自己独特的压力标签 这取决于它没在水里面的船身大小 形状 重量等等 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它排开水的多少 而排开水的多少又影响了水中压力的变化有多少 如果变化正好跟水雷设定的目标值一致的话 那么它就会被激活 最终知道爆炸 下一个声纹 其实就是每艘船特定的声音标签了 它由船只在水中前进时发出的船体噪声 螺旋将搅动水体带来的噪声 甚至是船员在船舱里面发出的声音组成 经过训练的水雷 可以透过从水里面传来的噪声判断出 这究竟是什么船 谁家的船 要不要去炸这艘船呢 震动追踪跟声纹追踪很类似 只不过特定灵敏度更高而已 可以通过更精细化的变程和训练 让水雷对特定的声音刺激拥有更高的辨识度 好了 听完了这期内容 你对水雷的固有看法 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